徐静都问他要钱了 当着别人的面 向力是万万不肯承认自己打算赖账的 好 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 我给你凑一千美元 以后咱们之间再无瓜葛 别说你赖账骗钱 就是干了其他做监犯科的事 也与我无关 几年的感情呀 最后还要撕破脸 分手还能做朋友这种事 对大部分华国人来说太不现实了 徐静难受 马海却嚷嚷 只是一千美元而已 向大小姐不要再搞什么分期付款了 口说无凭 大家还是有点契约精神 我们拿纸写下来 你和老徐都签字按手印 向力看着徐静 难以置信地问 你听他的 不相信我吗 徐静没说话 他倒是想相信 但毫无防备之心告诉了他联系方式 向力却差点把他和马海 唯一的机会给破坏了 向力一连说了几声好 真的找出纸笔 写下一周内付给徐静一千美元的协议 双方签字按手印 一是两份 徐静把协议收好 道 向力 祝你以后安好 他带着马海一走 向力就气得想拍桌子 借宿的女老乡都没看懂这戏 问 这是怎么回事啊 向力叹了口气 也怪我 当初就不该收徐静送的车 原本我俩出的挺好 都打算结婚了 想着马上是一家人 车落在谁命下都一样 哪知他忽然要自己搞什么项目创业 我俩的分歧越来越大就分了手 车子我也开过了 想着分期付款 把买车的钱还给他 你也听说过吧 徐静和马海到处借钱不还 这回我不想他俩又骗刚到纽约的师妹 就过来提醒那师妹一声 结果你也看到了 女老乡无语 结果那师妹没什么诚服 反而把你这个好人给卖了 你呀 那么热心干嘛 这些刚出国的小姑娘 还以为美国像国内的风气一样 被人卖掉了还替人数钱 等他摔几次就知道疼了 美国这边小偷骗子太多 在华国生活习惯了的人 简直无法想象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冷漠 在华国 大人去上班 能把孩子丢邻居家一整天 左邻右舍的 谁有空谁帮忙看一下呗 在美国就别想了 邻居没义务帮忙照看孩子 你又没付托管费 像项利这么热心的下场 就是两面不讨好 时间久了 大伙都学会了个扫门前学 项利摇头 话是这样说的 小小摔几脚没关系 他这一上当 说不定就是上万美元的损失 我也不想徐静和马海越陷越深 上万美元 那可真有钱呀 就说来纽约留学的华国大陆学生 这年头有几个能拿出一万美元的 自费学生也会申请奖学金 并且尽量选学费便宜的学校 平时还要半工半读来支撑在国外的花销 有上万美元的 在华国留学生中真是有钱人 徐静和马海胆子太大了 敢骗这么多钱 这俩人是要吃官司的 项利苦笑 我再试试吧 尽量让一个别被骗 也叫他俩不吃官司 不是我看扁他们 徐静以前又不是学计算机的 来美国才学了多久 被马海一蛊惑 就要自己创业 创业要是那么简单 美国岂不是遍地都是有钱人了 美人那么好赚吗 余老乡深以为然 他租房的房主是一个中学老师 工作了十多年 年薪不过1.8万美元 听起来是一大笔钱 这是税前收入 税后大概只剩1.4万 平摊到每个月 其实连一千二百美元都没赚到 每个月中学老师的钱用来开支 妻子的收入则还房贷 再养两个孩子 一千二百美元 勉强能过下去 买大件还不是要分歧 就是经济太紧张 才会出租家里的空房间 用来补贴生活费 美国人还得这样 按部就班的上班赚钱呢 徐静和马海满脑子都是创业 真是想钱想疯了 太不靠谱 余老乡认为项利做得很对 项利也仿佛得到了鼓励 又道 明天是周六 我早上再去找下师妹 我怕徐静和马海不会善罢甘休 还会去纠缠人家 项利注定要扑个空 徐静和马海都怕夜长梦多 早上很早就去了温家 夏小兰一向是早起的 既然这俩人来了 那他就收拾东西 再两人出发呗 这回温教授和胡英也要去纽约 温教授身体健好 要准备继续回学校授课 在上班前去纽约看一看温曼妮 温曼妮就接下小兰那次回过家 这都一个多月没见面了 让胡英或者温教授开车都太远了 正好下小兰要去纽约 两人就搭个顺风车 一路上徐静都挺拘谨的 倒是温教授听说 他在国内是金师大的老师 和他多聊了会儿 大家也算同行吗 小徐打算在国外念多久 是想念完博士再回国 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这个目标实现 念书不要嫌多 这个想法是没错的 温教授说着 又看了下小兰一眼 夏小兰如果愿意的话 也能在康奈尔一路读下去 可惜他不能完全静下心来 一开始被麦卡锡给吓住了 很是老实了一个月 这才刚刚找到康奈尔的节奏 马上就想干别的事了 徐静和马海这两个华国学生 居然找下小兰一个年轻女孩子拉投资 温教授不能阻止下小兰花他自己的钱 却也想替他把把关 一路交谈到纽约 温教授就差不多得出结论了 徐静老实 马海有点浮躁 倒不太像大监大鳄之人 纽约的治安不太好 你自己当心点 晚上不到曼妮家里住 也给我们打个电话 温教授一语双关 夏小兰领了好意 嗯我知道了 您和胡阿姨先去吧 这夫妻俩去温曼妮住处 也不知会不会察觉 温曼妮和丈夫克劳斯俩人 已经分居的情况 或者上次两人又谈妥了呢 夏小兰只希望温教授和胡英 在美国生活久了 有和美国人差不多的开明 这能让他们少受刺激 在徐静和马海租住的地下室 夏小兰见到了所谓的样机 一堆乱七八糟的电缆 连接着一台不知道哪里拆回来的电脑显示器 徐静给夏小兰演示了软件的效果 和他们试着造出来的一些样品 理论真的很简单 是不难 同样在美国留学能接触最前沿的产品 别人看的是稀稀热闹 这俩人看到的是其中的商机 当然 徐静和马海最初开始做这个 也不见得是为了赚大钱 现在很多学生都还有热血梦想 看到好的东西 就想把它变成华国人能用上的 这种人比比皆是 把先进的技术和理念引领回国 这就是国家公费送学生出国留学的意义所在 只是 但是在徐静和马海做英汉版电子词典的过程中 开销越来越大 仅靠他们自己根本无力把这个东西搞出来 徐静和马海也很直男 在他们的设想中 电子词典的显示屏和键盘还是一体的 因为美国这边的英德版就是这样的设计 这点倒是能改进 这是英汉单向的吧 输入英语单词能查汉语意思 却还不能输入汉语单词查英语 徐静怪不好意思的 夏小兰不是为难他们 只是说了下将来的方向 任何产品都是一代代推陈出新的 初代产品就想完美 别说现代的技术达不到 这样干的厂家也是在咨询死路 就拿后世数码产品的厂家来说 更高性能的电脑和手机 他们难道生产不出来吗 手里有技术 也不能一口气全放出去啊 不然下次的新产品还有什么卖点 夏小兰初步是比较满意的 就是地下室的环境太糟糕了 马海性子急 夏同学 我们真没骗你 现在的技术绝对是成熟了 只要我们有后续资金 最多两个月 你就会看到成熟的样机 夏小兰点头 我没说你们是骗子 若我信了向力的话 就不会跟你们来这里了 说句实话 你们觉得这里像能谈正式的地方吗 马海顿时善善 地下车酷吗 通风换气不太好 两个男人住也不太讲究 是有古怪味 难得夏小兰肯在这里待这么久 就连向力上次来都是捏着鼻子嫌弃 你说的对 上去谈 上去谈 走吧 我带你们去律所 既然要投资 还是把程序规范一点 徐静和马海都说找律师很贵 夏小兰不在意 道 大钱都花了 我会省这点小钱吗 他昨晚就给温曼妮打电话咨询过 对方也建议他弄一个正式的合约 如果确定要投资 可以去律所找温曼妮 现在夏小兰就要带这俩人去律所 也不是按马海说的 两万美元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或者干脆1.5万美元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什么 六万美元 你要百分之六十的股 百分之二十的股弄值钱吗 他们这东西压根没有人投资啊 徐静和马海一直在被别人打击 到现在他们都对自己没啥自信 这东西到底能不能做成功还是未知数 倒是夏小兰慷慨大方的不像话 要两万美元 夏小兰给六万 是美元忽然不值钱了 还是夏小兰太有钱了 把钱当只用 六万美元换成华币是多少钱呢 按照官方汇率是二十万多点 事实上 普通人拿着二十一万 甚至三十一万华币去银行 都换不到六万美元 官方汇率就是让普通人看的 银行根本就没开通普通老百姓 用华币兑换美元的业务 想要美元 只能去黑市慢慢换 运气好呢 能六七块换一美元 运气不好 就要八九块 甚至十块去换一美元了 反过来说 夏小兰这六万美元带回华国 慢慢兑换 能换四十二万华币以上吧 这么多钱都给我们了吗 夏小兰敲敲桌子 报 这是我让律师起草的协议 你们两人最好逐条看清楚 再说要不要接受这六万美然的投资 第一 我们要先在纽约注册一个公司 第二 尽可能绕开别人的专利 申请自己的专利 第三 当成品达到上市销售标准时 你有权优先购买剩下的股份 一百分之一股价值一千美元算 复杂的协议 看得马海投魂脑账 两人都不是学法律的 平时也很少和律师打交道 徐静抓住了关键点 问 等电子磁点生产出来了 你想把我们踢掉 夏小兰摇头 你继续往下看 还有内容 徐静和马海有两个选择 要不就按一股价值一千美元的方案 在电子磁点能投产前 将这个产品彻底卖给夏小兰 他会以现在的价钱再支付四万美元 也就是说 他花十万美元买断成品 这两人只要把研发成本压缩在十万美元以内 剩下的钱就是他们赚的 一次性买断 夏小兰要把英汉版磁点拿去干什么 都不关这俩人的事 第二个选择 则是跟随夏小兰回国办厂 三人合作将电子磁点投产 那时候 两人的股份肯定会稀释 因为夏小兰有钱继续追加投资 这俩人却没有 以纯技术入股 夏小兰又不是非他们不可 怎么可能让他们占百分之四十的股份 到时候 就要重新商议持股比例 不公平的地方在于 夏小兰卖掉自己手里的股份 却能以市价 而不是现在每股一千美元的价格 徐静和马海和有的百分之四十 要卖的话 只能按现在的价格卖给夏小兰 除非他脑子忽然被驴踢了不想收购 他俩才能卖给其他人 而夏小兰则有自主权 他想卖给谁就卖给谁 现在花了六万美元 只要他能找到买家 六十万美元卖掉也是他的自由 这不公平 你就是资本家 面对马海的指责 夏小兰笑你你点头 我当然是资本家 生意归生意 交情归交情 如果我不是资本家 难道给你们的六万美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 马师兄 现在是你们两位需要资金 而不是我非你们的技术不可 我只要知道阴汉电子磁点的技术方向 找别人来研发也是行的 说实话 如果我回国找人 那些电子厂的技术人员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根本用不了六万美元 就能复制你们现在的进度 甚至做出成熟产品 你 你 马海半天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以为是娇滴滴的有钱学妹 没想到是芝麻馅的汤圆 面白心黑 这协议搞得他和老徐一点退路都没有 再看下小兰笑 马海就觉得好可怕 要不是顾及大男人的面子 他真想大喊一声 妈妈救命 我要回家 夏小兰一点也不心虚 继续道 我虽然是资本家 也是非常有良心的 现在我把你们撇开自己去开发这产品 你们拿我一点办法都没有 对不对 哎呦 这俩傻蛋啊 拉投资把什么资料都给他看 以为他是看不懂吗 徐静默默把协议一条条看过 夏小兰够体贴的 合同还是阴汉双板 不怕他和马海看不懂 的确 所有条款都是朝着对夏小兰有利的方向里的 其中还有一条 如果将研究进度泄露给他人 造成了损失 徐静和马海不仅要赔钱 按美国这边的法律 他们还要坐牢 好 我同意签 没想到 是性格绵软的徐静先做的决定 老徐 老徐咱在商量下 马海着急 徐静反问他 你觉得有什么好商量的 你认识其他有钱人吗 就算你认识 难道其他有钱人会比夏师妹对咱俩更实在吗 他说的没错 他能找别人干 但还是愿意花钱投给我俩 我觉得他一点都不坏 马海对夏小兰还有天真的幻想 徐静却早和夏小兰打过交道 在卖房的时候 夏小兰就特别会押价 但他和马海这时候也没得选 要么接受夏小兰的投资 要么继续没有天日的苦熬 选哪条路还用说吗 夏小兰这么精明 徐静倒对他生出了信心 人家能拿出这么多钱来 不精明一点怎么行 早就被骗光了 越是精明 夏小兰描绘的未来越是容易成真 要带着他们设计的成熟产品 一起回国办场 徐静本来就是因为向力才出的国 在国外转了一圈 现在还是想回国 马海更无所谓 哪里能出人头地就往哪里奔 看徐静爽快地牵了 马海一咬牙 也牵了名 夏小兰伸出手 两位师兄 以后我们就是合伙人了 合作愉快 马师兄 你得偿所愿拿到了投资 为什么还不高兴呢 我虽然不是好人 那是针对外人 但对合伙人 我可从来没有亏待过 马海哼哼唧唧地 便便扭扭和夏小兰握了手 夏小兰拿出支票本 开了一张支票 钱到位了 你们该订什么零件就订 还有我说的一系列事都要办起来 我在康奈尔大学的课程紧 这些琐事没有工夫去管 就要麻烦两位师兄了 马海接过支票 知道了 咦 夏师妹 你是不是写错了数字 支票上的数字不太对呀 怎么是6.5万美元 夏小兰笑笑 没有写错啊 我说了 生意是生意 私人交情归交情 投资你们的产品 我愿意出6万美元 额外的5000美元 是给你们把外账清掉 我也不想整天被质疑自己和骗子打交道 这5000美元是不用还的 拿6万投资你们的产品 这5000美元投资你们个人 我很看好两位师兄 支票忽然变得好烫手啊 夏小兰如果一开始就傻白甜好骗 马海不至于这么感动 可她已经露出了精灵的一面 忽然又峰回路转搞这么一出 马海和徐静都没料到 别人都不信他们 夏小兰相信 这多出来的5000美元 不仅是信任他们的能力 也是信任和维护他们的人品 能不感动吗 刚才还觉得夏小兰是个可恶的资本家 现在她马上变成了重情义的伯乐 世卫知己者死 肯定是太夸张了 或许将来马海和徐静都保持不了本心 但在此时此刻 他们对夏小兰的感激 难以用言语描述 刚才看见协议苛刻的不快 早就消失无踪 两位师兄 现在你们就可以去银行兑换支票了 把该处理的私事处理下 除了还掉欠款 我建议两位还是要租一个独立的公寓 不仅住着舒适 也更能保证安全 你们觉得呢 明天中午吧 我回萨卡之前 咱们三个再吃一顿大餐 就当庆祝咱们合伙要做的事业 有个美好开端了 一紧一松 两人脑子都被夏小兰的组合拳打蒙圈了 没了自主思考能力 自然是被夏小兰牵着鼻子走 晕呼呼走出了律所 被路上的风一吹 马海跳起来 老徐 你掐我一下 看看是不是在做梦 徐静真的掐了他几下 马海痛得凹叫 真的 这是真的 哎呦呦 你赶紧撒手 疼痛才能带来真实感 所以他们真的转运了 这张6.5万美元的支票 自然也是真的 夏小兰不至于闲的 把他们请到看起来 就高端的律所演戏 支票能能兑现 去银行一时便知 马海向来是急躁 这时候握着支票 却想掉眼泪 老徐 被人叫骗子 真探娘的不好受 咱哥俩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混出人样给别人看看 就算不为达相立 那娘妈的脸 也要活得有尊严啊 靠一个年轻师妹 资助还账 马海是感动又臊得慌 徐静是不善于表达情感那种 眼睛里也有水光闪动 刀 别废话了 先去银行兑现支票 然后把欠条都找出来 挨个还钱 夏小兰现在就算他们老板了 她说的事肯定是有道理的 一样样都要办好了 才不枉夏小兰对他们这样信任和看重 协议是我亲自拟定的 花了一个小时 起草文件和纸张费加在一起 你需要付800美元 一对普通的美国夫妻离婚 请购普通的离婚律师 每小时大概所价100美元 温曼妮这种在华尔街旁边上班的律师 显然不止这个价 800美元已经是非常良心的要价了 她知道夏小兰刚投了几万美元 给两个华国留学生 不是个缺钱的主 显然支付这钱毫无难度 不仅是对夏小兰的经济实力重新评估 她玩的这一首把两个留学生的心情搞得如坐云霄飞车般起伏 此时显然对夏小兰感激无比 怕是抛头颅撒热血都愿意的 有这份能力 温曼妮也不能把夏小兰再当在校学生看待了 你上周没去我家住 说是派对结束太晚 不方便 我觉得你没说实话 你是不是听到我和克劳斯的争吵了 卡尔妮 那是你个人的隐私 我没有对胡阿姨他们提过 夏小兰也不好继续装傻 温曼妮提起的心又放下 没有说最好 我不想他们会担心我的婚姻 我和克劳斯是有一些分歧 但我们撤谈后 想再给彼此一个挽救婚姻的机会 今晚我会正式向你介绍克劳斯 在我们的家庭聚会上 感谢你替我保密 晚上的时候 夏小兰就见到了温曼妮的丈夫克劳斯 对方是一名外科医生 医生 律师和会计师都是美国人离不开的职业 有人甚至说 这三种人代表着美国的医 法 商三个主要方面 美国人的一部分命脉就掌握在这三种人手里 可见其吃香程度 法学院又贵又难考 医学院同样如此 要从医学生混到克劳斯这种程度 也同样需要多年苦熬 光勤分还没用 没有天分真的很要命 之前温曼妮虽然以克劳斯经常出差当借口 去掩盖两人已经分居的事实 但温教授和胡英能不起疑 也是因为温曼妮撒谎时真假参半 克劳斯作为小有名气的外科医生 的确经常出差 外科医生的出差 要么是参加医学会议 要么就是去其他城市飞到 晚上 胡英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庆祝一家人难得一句 克劳斯端起杯子道歉 我最近太忙了 卡尔尼回伊萨卡看你们 我都没能陪同 胡英也能理解 别说克劳斯 就是他自己的女儿也非常忙 温曼妮尚且这样 胡英又有什么理由来指责克劳斯 在美国 又没有儿媳妇必须伺候公婆的说法 女婿就更不是一定要讨好岳父岳母了 当父母的 有事都是先自己解决 自己不能处理为 也是麻烦自己的儿女 而不是把事情丢给女婿或儿媳 当然 如果儿女的伴侣愿意亲近他们 尊重他们 那一家人的关系会更亲密和睦 克劳斯就是标准的美国女婿 每次见面都非常热情 已经超过了普通水平 胡英和温教授已经习以为常 夏小兰是唯一的生面孔 要在温家赞助一年 克劳斯也没有忽略她 夏 欢迎你来美国 卡尼没有学建筑 又找了我这个医生 你弥补了家里的遗憾 让我们多了一个学建筑的年轻人 克劳斯说的自己都发笑 温曼妮和她谈恋爱的时候 不敢带她回家 因为温家说女儿不学建筑可以 想要一个学建筑的女婿 结果温曼妮偏偏找了她这么一个医生 温教授不高兴了好久 最后还是以温曼妮的幸福为前提 祝福了她们的婚姻 说到这里 克劳斯忍不住抬头看温曼妮 恰好温曼妮也抬头看来 卡尼还是那么美 一如她最初吸引她那样 到底是什么摧毁了她们的爱情 让两人彼此讨厌冷漠 以至于要分居呢 像她和卡尼说的那样 两人真的应该再重新尝试一次 这么多年的感情 就这样分开的话 其实都不甘心 克劳斯的眼神中有了点点温柔 夏小兰注意到 胡英拿刀叉的姿势好像更放松了 夏小兰虽然不说 温曼妮也演示的好 难道温教授夫妻就真的一点都没察觉到 女儿的婚姻快要出交了吗 夏小兰已有个感觉 胡英和温教授肯定知道了 所以俩人忽然要来纽约 这场突袭 把温曼妮和克劳斯又凑到了一起 要在父母面前假扮恩爱 或许真的能唤醒他们往日的感情 夏小兰一下子觉得胡英和温教授都好厉害 这种庆无无声的人生智慧 她也可以感受学习 夏小兰被当成家庭成员 在参加温家的家庭聚会 徐静和马海两人 在银行兑换了支票 就把借条翻出来 挨个去还欠别人的钱 距离由近到远 不分数额大小 这两人被夏小兰给上了课 刚刚教过他们 违反协议的后果有多严重 每还一份钱 都要求债主写一份收据 在圈子里的名声太烂 好多人都没抱什么希望 以为借给两人的钱都打水漂 徐静和马海能还钱 的确让债主们很惊喜 有人难免问东问西 问他们是不是发财了 徐静和马海还用之前应付项利的态度 对夏小兰投资他们项目的是守口如瓶 到底要不要钱啊 不要我们就先给别人 到时候钱不够就不一定能还给你了 债主一把抢过支票 要怎么不要 谁知道你们两个是哪里捡到的钱 警察找上门我们可不管 美国这边的抢劫 和华国严打钱的陆斐一样嚣张 犯罪率太高 大家走哪里都习惯用支票 而不是现钞 包括留学生也是 到了美国就要先办一个属于个人的账户 然后领取支票本 吃饭住店 什么都能用支票支付 身上会带的不过是点零钞 已被乘地铁等交通 当然也会出现支票不能兑现的情况 这种要么就是被银行冻结了账户 要么就是恶意欺诈 徐静和马海还钱时 也有这样质疑他们的 马海耿着脖子想发火 想到别人是债主 他们是欠钱的 那伙又硬生生忍了 不管人家现在对他俩态度如何 以前愿意借钱给他们 这个情就得领 你可以先去银行兑现 见到钱了再给我们写收据 哥妈 感谢你在我和老徐最困难时机里的支持 真的 特别感激你 马海把姿态一放低 反而是对方不好意思了 你俩把欠大伙的钱都还了 这是不困难了吗 零零散散地加起来 怕是有几千美元吧 奇怪这俩人在哪弄到的这么大一笔钱 该不会是他们的那个项目 真有冤大头愿意投资 那也得认识有钱的冤大头才行啊 徐静和马海守口如瓶 但他们挨个上门还钱的举动 还是传到了向力和李庸耳中 李庸在留学生中人缘好 有个风吹草动的 肯定有人通风报信 彼时向力正在和李庸抱怨 说下小兰傻乎乎的 转身就把他好心劝告的话 告诉了徐静和马海 我早上还要去找他 家里根本没人 害我等到中午 只能先回来了 有钱也没用 真是刚出国的乡八老 也不知道家里人是怎么教的 一点眼色劲都没有 向力抱怨着 就有人通风报信 李庸听说徐静和马海在到处还欠账 眉头就紧紧皱着 道 看来你说的话起了反作用 夏小兰还是信了徐静和马海 真的给他们投钱了 不一定吧 向力不想承认自己跑了一趟伊萨卡 无功而返 李庸切中要害 除了夏小兰 那两人不可能从别的地方搞到钱 不知道夏小兰给他们投了多少 让两人能把所有外账都清掉 向力 这位夏师妹 可能比我估计的还要有钱 比想象的还有钱 是啊 徐静和马海欠了几千美元的账 要一口气还亲 肯定是从夏小兰手里拿到了一大笔投资 这笔投资具体有多少不好估计 怎么也该比一万美元多 要不然还账就用去几千 剩下点钱够干了什么 向力一下想起什么 骂道 徐静的王八蛋 既然从夏小兰那要到了钱 还让我在一周内给他一千美元 向力压根就不想给 现在还有种被骗的愤怒 那两人分明是故意在他面前演戏 把他给稳住了 免得他继续破坏两人的投资 老实人要骗起人来 向力还真是一点都不设防 李庸也觉得向力连一点小事都办不好 不过现在不是指责的时候 听向力提到那一千美元 李庸倒觉得是个机会 他道 说话要算话 别人才会信任你 你明天就把一千美元的支票送过去 把车子的是彻底了结也好 这车子 就是现在也能骗一千多美元 向力一共就付了不到一千五百美元 怎么看都是占便宜的一方 既然说好了 花一千美元了断 这钱就必须出 白纸黑字写好的 不能像分期付款那么拖着 李庸能在留学生圈子里混得好 就是因为他对外展现的形象 让人信任 说话算话 他这个形象 连一千美元都不值吗 他和向力在交往 向力做什么事 可不就要往他头上算吗 何况这一千美元也不白花 正好是个由头 你那么聪明 应该知道要问什么吧 咱们必须要搞清楚 徐进和马海那个破项目 是不是真的有投资价值 你知道他俩在做什么吗 李庸很擅长抓重点 向力却一头雾水 他和徐进分开前两个月 心思已经没放在徐进身上了 那俩人捣过的什么东西 他还真没关注过 就是一堆破烂玩意儿 向力努力回想 总算有了点印象 是什么词典 能翻译英文单词的那种 李庸沉思 能翻译英文 把英文翻译成什么文字 难道是汉语 李庸已经出过四年了 对国内的形式了解的不是那么准确 但他看着前夫后继 情愿自费都要出国留学的人那么多 觉得这种翻译英文的东西肯定有人买 有人买和多少人会买 这中间的差距就大了 平良心说 李庸不信许马二人能搞出多有价值的东西 但显然夏小兰信 李庸一点都不希望夏小兰真的会眼如剧 能发现别人都不知道的商机 那就说明夏小兰这人很难被糊弄 当然他还是希望夏小兰是好糊弄的 他嘴巴一张 就要向力拿钱去还给徐静 向力磨磨蹭蹭的不乐意 李庸亲了亲他的脸颊 你知道我最近正式用钱的时候 要不这钱我替你出了也不要紧 你我还需要能见外吗 我也是在为我们的未来努力 向力不好意思道 我又没说要你点钱 有的女人就是奇怪 愿意为她花钱的 她当人家见 对她只是嘴上说的好听 但没有实际行动的 她偏偏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向力接受了李庸的建议 早上就带着支票去找徐静和马海 一把铁锁 把地下车库的门牢牢锁着 向力又吃了个闭门羹 徐静也不可能在家等着他送支票来呀 他和马海拿了投资 日程表上还有那么多事要做 包括注册公司 重新找公寓 以及继续还别人钱 向力气笑了 掉转头找到房东 嗨 马尔茨太太 您还记得我吗 我以前来过几次的 现在我着急着去地下车库拿点东西 您能不能替我开下门 马尔茨太太莫名其妙 你可以等徐他们回来 我知道您是一位善良的夫人 我真的很着急要拿到东西 等他们回来就赶不及了 您不能帮帮我吗 向力不是很愿意和马尔茨太太这样的美国人打交道 并不是每个美国人都气派体面 马尔茨太太看起来就很邋遢 比向力一米远 她都能闻到对方身上 那种体味混合着廉价香水的复合味道 邋遢的马尔茨太太 眼皮松弛 眼神却很好 我记得你 你是徐的前女友 你可没有在车库里过过夜 会有什么东西掉在里面 狡猾的华国女人 我不会为你践踏美国的法律 私人领地不可侵犯 你就算是徐的县女友 我也不会开门 车库租给徐静和马海了 那就是他们的地盘 马尔茨太太不可能像华国房东那样 想拿着钥匙开门就开门 就算上门收房租无人应答 又闻到恶臭什么的 怀疑租客死在屋内 房东要做的也不是拿备用钥匙开门 而是先报警 他要是闯进去 徐静和马海有资格开枪射击的好吗 虽然两个穷学生不会有枪 马尔茨太太才不会帮向力呢 向力暗骂女房东迂腐 碰见这种较真的美国人 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美国的法律的确有类似的规定 他今天还非得把徐静和马海等到不可 那两人总要回来的吧 徐静和马海在哪里 他们到了美国 还是第一次吃这种高档餐厅 一顿饭下来 怎么着也要上百美元 毕竟夏小兰还替他们叫了酒 我就不喝了 这酒是替两位师兄叫的 八十年代的美国 茶的倒没有那么严 还有科嗨的开车的呢 警察也抓不过来 但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已经是夏小兰刻入骨子里的习惯 他下午要回伊萨卡 自然就不沾酒了 为别人的安全着想 也为自己的生命负责呗 他频频劝酒 销售员的劝酒水平 徐静和马海哪里扛得住 很快两人就喝得上了脸 三人聊的是电子磁点未来的发展设想 越聊越起劲 徐静和马海都后怕 夏小兰不是吹牛 他是真的懂 夏小兰能踢走他们找别人 绝对不是开玩笑 真是大意了 夏小兰一个学建筑的 加上两人性格简单 根本就没对他设访 角落里 一个美国男人举着酒杯 不识走神 眼神总往这边飘 坐在他对面的女伴 察觉到一样 顺着他的目光看来 亲爱的 你怎么连亚裔都感兴趣了 我说你怎么连亚裔都感兴趣了